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对蒜农来讲 大蒜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呢 就是联姻的一个天气以后啊 大蒜上这个绣冰啊 是越来越重 而且今年呢是偏重发生的一个年份 但是很多的蒜农啊 反映今年这个绣冰是越来越难治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好一点的 这个配方呢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实际上呢 咱们每年呢 就是用这个三座铜啊 或者是五座纯呢 用的比较多啊 第一个呢 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抗性 第二个呢 就是今年这个天气啊 不正常啊 就是忽冷忽热 甚至是连续一周的时间 都是阴雨的一个天气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这个绣冰呢 是偏重发生的啊 所以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说 要想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呢 建议就是您多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啊 看看您当地的一个气候啊 就是在应于天气之前 或者是应于天气之后 就天气以后 建议咱们朋友们可以去使用啊 这个除了这个五座纯呢 或者是三座铜啊 或者是本家丙环座之外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可以去复配一些福环座啊 或者是福归座啊 这样的一些药呢 去配合使用 同时呢 再配合一些 这个云苔素 或者是氨基酸之类的 这个肥料啊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